本节目由意大利高端定制空气解决方案 Clearit中央空调独家冠名播出 张永和 中国建筑师 普利茨克奖评委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前建筑系主任 他是中国第一位成立独立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 为国内建筑领域带来许多新的观念 还跨界设计过时装 家居 舞美 甚至食物 拿走身份的标签 张永和给人的感觉十分谦虚 有趣 还自带一种很萌的气质 这种气质或许来自于他对文艺的热衷 不是说我只能喜欢建筑 因为我是一个建筑师 整个文艺的事一定程度上都喜欢 所以我就想 我想做我自己了 那就喜欢这些东西 在这些东西 建筑师这个职业 到底是为谁服务的 建筑师这个职业 到底是为谁服务的 建设师这个职业 到底是为谁服务的 可能我就会给人造成这种错误印象 就觉得做的事情好像特别艺术 甚至就是直接跟美术有关系 这是那个叫安人的 哦 安人 建筑跟特别纯艺术的距离还是挺大的 有时候就是有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简单的回答 建筑是为每一个人服务的 那实际上呢 这个情况又没那么简单 就这种不明确 让人觉得是个质量 当年就是给开发商张鑫潘石屹 他们设计一个房子 后来张鑫给起个名字 叫山语间 周末那个地方 北京人去爬山玩人特别多 所以人家看见这么一个比较特别的房子 应该相当特别的房子 就会走进来 然后有一个人 我也不认识 他也不认识我 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人的样子 我又不认识 中年的一个穿个硬领衬衫 穿个西装 他就站在那个 站在那个 就是像是起居室 看着外面风景 看着这房间 他就说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我们房子人家第一反应是舒服 看模型 得不到那个直接的建筑感受 就很难 还是真的要去体会 建筑就是你要进去 看空间真的去体验建筑 看看外面一天光线的变化 季节的变化 你就会发现这建筑 一个跟生活的关系 一个它那个 它是一个就是变化的感受 垂直玻璃宅 真的是有比较特别一点的生活习惯 等于就家里东西很少 非常干净 人家生活的更精神的多 这个房子里没有储藏 对呀 这是真正的区别 张永和给人的感觉 是他一直处于思考状态中 对世界有敏锐的感知 早年在美国留学与创业的经历 使他形成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设计理念 请小心右侧有车辆费路 我可能29岁开过一次窍 我当时我在美国念书 我老师是一个南非的英国人 白人 他教书很特别 他那个是不给答案的 可是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提 其中的就是让我们看 那个画家叫李保罗 我一开始也不认真 就乱说了 然后那个人特别细节性 他会做表情 我也不会学 反正基本上 我一个人开了几天车 穿过整个美国去学校报到去 有一天就在大山里 反正不知道怎么那张画跳起来 我一下想明白 那就是老师为什么要这么教书 我对他想了什么 我就再也不关心了 总之呢 在那以后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 就是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因为我已经 已经感受到 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幸福了 就等于一个人 一个孩子 被人家告诉一加一等于二 他也可能就想当然了 可是如果这孩子能自己 琢磨明白一加一等于二 跟那个被告诉的 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样 那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经历到的是这个 建筑师有几方面的能力 一个就是动手能力 这个是还在屋里的事 就是在那做设计 可是还有很强的社会技能 跟人合作 跟人谈判 你看这几大面全都照不住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 挫折感特别强 不擅长社交的张永和 把更多精力 投入到了建筑本身 很难概括张永和的风格 他将自己对地方文化的理解 融入设计 作品充满地狱特色 首先就建筑的基本元素 一个窗啊 当然一个屋顶啊 梁啊 对我们来说 都是可以有诗意的 让这个建筑元素 和人发生关系 在张永和的星座中 江南的诗意 转化为建筑语言 中国人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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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木头 它的确摸上去 不是冰凉的 那个木头 可是实际上呢 石头砖就会冷一点 砖是一小块一小块 垒起来的 一块砖的大小 就是一只人的手 能拿的大小 所以等于建筑 其实并不是一个 只是远观的 其实可以跟它发生 就是很近的一个关系 他老说 这个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 我想并不只是指的一个单一的 某一项设计师不巧 而是整体上能不能展现出一种味道 被文艺熏陶的张永和 总是带着一双艺术家的眼睛 去审视建筑 在他看来 欣赏建筑 是一种精神上的互动 你需要走入它 从这端到那端的穿行 去感受和体会 跟着张永和走入建筑 感受和倾尽一个空间 你将收获意想不到的趣味 我是整个就是那个身体 这个身体不在灵活吗 极端的不灵活 从中学到大学 我体育课从来没及格过 不是我也跑不了那么快 我要拉单杠我也拉不上去 下节课要翻身下杠 我上都上不去 怎么学下了 当然就 所以就是那时候成绩的 还有这个不及格 应该写一个红的 我忘记写什么了 所以我特别崇拜一个 瑞典建筑师 那个人最好的房子 92岁盖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他不长寿啊 他最好的房子就黄了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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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